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款懒人造餐心做法 全程手部粘面,5分钟就出锅 首先300克面粉加4克鸡蛋 这样会更营养,也更松软 搅拌成小面絮 再分次少量加入350毫升清水 先搅拌成粘稠的面糊 面糊多搅拌一下,搅拌到光滑细腻 再加入剩下的清水 搅拌成没有颗粒的西糊状 加两颗酵母搅拌溶解 再盖上保鲜膜,密封发酵 也可以晚上把面糊调好 放入冰箱冷藏发酵 这样第二天早上5分钟就搞定早餐了 现在准备馅料 熟花生碎,葡萄干 再加上适量的红糖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面糊体积两倍大 上面都是小气泡就发酵好了 搅一搅拍拍气 垫面称提前预热刷油 搅拌面糊用勺子摊开摊平整 再盖上盖子开中火烙 大概10秒钟我们打开盖子 现在底部凝固,上面还没有凝固 现在撒上馅料 这样可以防止馅料掉面糊里影响口感 也可以防止吃的时候掉馅料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不知道吃什么的,就收藏,点赞,关注,转发一下哦 馅料撒均匀之后 再盖上盖子中火烙 烙的饼的凝固 按压可以快速回弹就熟透了 一张饼不到两分钟 烙好之后对折,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这样做的红糖花生饼 全程手不沾面就搞定 柔软,劲道又嚼劲 花生香香脆脆,葡萄干酸甜甜 还有红糖的香甜真的非常不错 也可以做成咸的,也非常好吃 喜欢的话就收藏,且吃一下吧